前进110米困难,在刘翔退役后,已经没有当初热度,没有取得好成绩是必然因素,但在刘翔服役时却还有一人和刘翔一起被评为110米蓝双子星, 他就是史东鹏一个职业生涯都被刘翔压着的男人,被大家熟知也是因为史东鹏比刘翔快了0.01秒,其实不然,如果不是刘翔出现史东鹏,将会是亚洲男子前进运动上成绩最好运动员,2013年医生病原因选择退役,媒体教练对史东鹏的评价都认为韩后普世, 史东鹏退役后与项链九年的女友乔雁瑞结婚,史东鹏和其他人似乎不一样,并没有各种筛和老婆现在的幸福生活,大部分都是参加活动照片,这符合史东鹏的性格,因为他成果低调,史东鹏2014考取的教练约正成功,他成为一位前进队教练,现在是一名清智白米框教练, 史东鹏希望把自己比赛经验传授下去,培养更多年轻田径运动员,史东鹏用自己方式继续白米框来的做出贡献,2017年天津全运会,史东鹏弟子李海峰,在110米框篮决赛,只取得了第八成绩,史东鹏并没有责怪弟子,并鼓励在接待力, 因为现在史东鹏的理想就是能为110米兰培养出像刘翔一样出色的跨栏运动员,当然也希望能培养出比刘翔更快的跨栏运动员,史东鹏之所以会选择要做教练,是因为父母希望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,史东鹏真是非常低调人,和很多退役后运动,原想比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,而是非常低调参加一些公益类型活动, 史东鹏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岳母,也是马拉松的爱好者,经常陪同岳母训练,史东鹏经常说过他希望自己的号召让更多的人喜欢体育,加入了到体育锻炼行李中来,史东鹏是那种一眼看过去,就觉得好欺负的人,2016年里约奥运会,办理入住手续时, 一男子涂了他一身,去洗手间清洗回来后,才发现自己的行业已经不见了,之后调取监控显示是盗窃团伙的调护离山的方式,偷走了史东鹏的行李,虽然史东鹏没有向刘翔取得成就多,在运动场上能成功的人一定努力,而没有得到奖牌的人未必不努力,史东鹏成绩只因为刘翔的出现, 太过耀眼淹没了,史东鹏可是在今年比赛中排名世界第一,虽然史东鹏没有取得更多奖牌,但在110米蓝的历史上,已经有了重要的地位,而且现在的他还在为培养优秀的运动员努力,祝福他能在接下的位置,能培养出像刘翔一样的前进世界冠军出来。